刚刚这是一个战场上的最新消息 俄军的战略是围点打员 建平什么叫做围点打员 俄罗斯在这边为什么非要拿下不可 围点打员就是典型的 有别于我们常听到古代流传下来一个 成语说世面楚歌 世面楚歌就是把你包围的 四面八方都水泄不通 你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所以项羽怎么败的 这是古代的战争 你把人家围到这个 粮池弹药都这个弹尽源绝 没有用啊 但为什么他用这种方式 我跟大家讲 这是这个巴赫木特的北边 这个是东边 这个是南边 这里是西边 他照理说 这个俄罗斯的包围线 就是这条红色的 这条红色的 有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写0.6公里 1.6 0.6 就这些红线呢 他刻意离这些这个 还有一个空隙啊 他都有距离很近的意思 0.6公里 1.6公里 跟0.6 就是 北东南 都有不到1.2公里的一个距离 那放掉这些距离 他其实可以往前推进 把整个巴赫木特的这个整个中心 全部拿下来 那这边是巴赫木特的西边 那为什么你要独流西边 你不怕他们跑吗 是啊 不怕他们逃吗 他怕什么 因为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已经不顾美国总统拜登 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和欧盟的这些 包括北约的秘书长史托登伯格 的呼吁喊话警告 巴赫木特放掉 一点都不重要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战略位置 放掉了他 这个不会是乌克兰的失败 你可以在西面重新部署 这奥斯丁讲的 美国国防部长讲的 那为什么俄罗斯他就是把 北东南守住 西面 让你留一条路 一方面可以让你人逃走 没错啦 但是因为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说 他不要撤 坚守 他说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因为巴赫木特的守军 已经犹如生活在地狱当中了 这是他们自己跟西方媒体讲的 那俄罗斯此举 围点打员 就是围了这几个点 放掉了一个缺口 就是要打你的援军 打援军 消耗你的补给能量 来多少打多少是吗 是 因为俄罗斯的弹药 一直传说被消耗的差不多 因为美国北约 西方的国家 欧美源源不绝的这个军援 其实也开始引起争议了 美国的共和党 为什么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说 最近他要邀请这个 他比我们还想找麦卡锡过去 麦卡锡好忙 他想要找麦卡锡到乌克兰去访问 因为最近共和党一直 这个介大使 我们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 就很清楚 麦卡锡他的共和党 一直在国会争论 到底要不要 这个源源不绝的军援 这个军援乌克兰 但是美国人出了钱 现在乌克兰也还不起 你要援助到什么时候 这是无底洞 问街大使就知道 那你要援助到什么时候 所以他想要请麦卡锡到乌克兰来看看 我们多惨 我们多累 我们真的需要美军的东西 你不能切断我们的补议 共和党你要 不要跟民主党内斗了 就麦卡锡断然拒绝 麦卡锡还没有这个决定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就是谈判的筹码 所以这个我也点打圆的方式 它就真的像是一个绞肉机 是 消耗了这个乌克兰的军队的资源 粮草和弹药 俄罗斯的弹药被西方的国家 他可以这样子撑 他等于是跟不止乌克兰打仗 他在跟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和美军在作战 所以刚刚就讲说 那个资料显示 平均在这里存活的乌军 大概战场上只存活四个小时 存活不过四个小时 那我问一下 如果拿下了这个地方 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 接下来会怎样 拿下了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如果被它这个攻下 又消耗它的这个弹药之后 巴赫木特在这个星星 五芒星的这个位置 那可以看到 它等于是顿巴斯的大门口 因为这里算是统称乌冬的顿巴斯区 顿巴斯区是由 卢干斯克跟顿内斯克来组成 顿巴斯区这个大门口 如果拿下来之后 接下来它旁边的卫星城市 斯拉夫洋斯克 还有这个克拉玛托尔斯克 就可以拿下来 克拉玛托尔斯克跟斯拉夫洋斯克 尤其是斯拉夫洋斯克 它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 它有车站和铁路的这个轨道 虽然已经因为战争受损的差不多 但是烧金修复之后 它可以直通19母 然后甚至到第二大省哈尔克夫 它也可以往这边 往乌克兰中部过去 所以拿下了巴赫木特 接下来对于 顿巴斯就等于牢牢地 握在俄罗斯的手中了 那么它就可以长 后面哈尔克夫后面 还不算中战 也不算 哈尔克夫拿下了顿巴斯之后 它就长驱 第二大省哈尔克夫就更危险了 因为在开战出去 去年这个时候 哈尔克夫一直被猛攻 所以这里呢 就像是这个顿巴斯 巴尔木特像是顿巴斯的角落机 那为什么叫角落机 大家如果去办历史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法国跟德国 法军跟德军 双方各投入了 一百多个陆军的这个师的兵力 然后总共死亡了 法军德军加起来超过25万人 那受伤的 不管轻伤重伤 受伤的超过50多万人 所以那一场 惨烈的战役 被形容为是这个 法德两军交战的这个 凡尔登角落机 那现在这边就变成乌冬的角落机了 泽伦斯基他下令要死守吗 现在变成两派意见 那目前看起来 泽伦斯基现在 因为他总统嘛 对 他内部虽然有不同意见 但目前还是以他的意见为主 所以这个死守会 守到什么时候 你觉得守得住吗 我觉得守下去有点困难 因为西方的压力 一直给泽伦斯基 那是一种政治压力 如果你再不劝 这个听西方的劝的话 你的军援能不能确实的拿到 还有你再投入更多的兵力 因为本来巴尔木特里面有12个旅 乌克兰乌军有12个旅 现在大概我怀疑 有没有到一半 有没有到六个旅 因为死的差不多了 所以泽伦斯基要守也是 泽伦斯基又不能不守 因为这一个地方 我刚刚说那么重要 这边失守的话 这边几个城市拿下来 都被拿下 就长驱直路推进到哈尔克福 哈尔克福后面就是基辅了 这边就没有什么 可以守像样的城市了 都是平原 平原的话 你要度过这三四月的 这个春将军的这个问题之后 等到了这个五六月进入夏季 他们就可以长驱直路 那既然那么重要 为什么欧美跟他说你不要守 所以其实泽伦斯基意识到 内部也意识到说 其实这很重要 不是不重要 那如果泽伦斯基 轻易的听欧美的国家的元首 和包括告诉 那欧美是要放弃乌克兰吗 他们其实就是希望 整个东边 我觉得他们要把这个 地涅波罗 包括涅波罗这边 以东的乌克兰东边 算了 俄罗斯拿去就算了 我们以时间换取公圈 用整个乌西来做战场 兵贫马困了 对不对 因为打的又不是欧美国家 这个战场 这个土地丢掉了 死的人民也不是他们 就跟泽伦斯基说算了吧 东边给俄罗斯拿去算了 泽伦斯基有压力 如果他算了吧 那这个我刚刚不是讲了 乌东包括哈尔科夫 包括这个基辅 就岌岌可危 那他会变成丢掉 大半领土的总统之外 他会对不起那些守军的将士 然后可能就会有反他的人 反他的人他的位置坐不住 他还领导乌克兰什么 所以这关系到 泽伦斯基的前途 然后所以泽伦斯基 才会断然的拒绝这个提议 说绝对不能撤 所以我研判 乌克兰内部出现两派意见 一派是说 总统啊 听欧美的 听这些国家的 听奥斯丁 听拜登的 听马克宏的 我们撤到后面去吧 那泽伦斯基不行 因为有另外一派说 你敢撤我们就烦你 但我跟你讲 对泽伦斯基来讲两难 因为他不听欧美 他会位置也保不住啊 是啊 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 而且他也担心 如果他一旦撤的话 那这些人反他之外 是不是直接跟俄军投降 这就顺了这个俄罗斯军队的意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战场上出现了 顿巴斯的这个大门口 巴赫木特的守卫战 再加上也是泽伦斯基的 位置的保卫战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 因为俄军不断的去 对乌军展开了这个猛攻 他的补给线 这个北东西南都被切断 只剩下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也想要 因为乌军如果趁这个时候 从西面逃的话 他可以把那些欧美军援的东西 织重重型武器丢掉 直接轻装剪从 就赶快跑 可是这就是现在 泽伦斯基面临的困境 对我们看到的是死伤人数 看到的是他的惨烈 但事实上背后 有很多的政治上的折冲 有很多个人的利益的思考等等 好 谢谢敬平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秘制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